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 我们的这个茶经开始 感谢弟兄姐妹抽出宝贵的时间 在星期三晚上这样子的一起 网上的学习 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 继续的来学习 从耶稣基督的生命 学习他的榜样 我不晓得已经有 到现在已经是第七课了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在听的时候 有没有怎样子的得着 对我自己本身来说 其实在这样子的查考 马可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本身的收获 是真的很感恩的 自己本身的出动是蛮深的 以前对耶稣的认识 我觉得只是皮毛 现在也还是皮毛 但是感谢神的 使他让我能够更加的体会 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也因此我非常的感恩 弟兄姐妹好不好呢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各自的花一分钟的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呢 把我们自己献上 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 可能今天是很忙碌的一天 弟兄姐妹在工作也好 在做其他东西也好 有很多的事情 在你的脑子当中 但是这一分钟的时间呢 就是让大家呢 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心思念这些呢 完全的放下 让神呢再次的抓住我们的心 所以好不好 一起的花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的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 说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请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怎么样子的 主啊 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当中 主啊 我们要来赞美你 要来高举你的生命 在这当中 主啊 愿你的属性再次的抓住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到 主啊 你是何等样式的一位神 而在这当中 我们甘心乐意的夫妇 在你面前来敬拜你 来仰望你 主啊 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属灵的眼睛 主啊 求你帮助孩子 在今天晚上这样子的一个 分享的时候 主啊 我们能带着 主啊 一颗感恩的心 带着一颗谦别的心 主啊 帮助我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语 都能够造就别人 都能够 主啊 带着你话语的能力 主啊 来传讲的时候 主啊 你来改变我自己的身心灵 我的心思意念 而以至主啊 更加的渴望你 更加的仰望你 更加的爱慕你 更加的 主啊 渴望你的同在 在我的生命当中 耶稣你来 在我们当中 在这个集会当中 主啊 你是头 你是主 你亲自来带领着 所有一切的分享 所有一切的读经的 等等的细节 主 圣灵你来带领着 谢谢你耶稣 我们把这段时间 完全的交通 仰望在你手里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耶稣的名情 阿们 弟兄姐妹 如果你记得的话 上一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最后一个 怎么样子呢 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的一个争议 而导致最后呢 耶稣在刚刚开始他的服事的时候呢 就因着跟这些宗教的领袖呢 有着这样子的争议呢 而以至呢 他的生命开始呢 有危机了 因为呢 当时的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那些人呢 就开始呢 要谋算起怎么样子呢 来杀害耶稣 而在这当中呢 其实 从第二章开始 讲 讲 讲到这第三章 一到六节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 等一下 我在 这个耶稣呢 与宗教领袖的五个争议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我稍微 上一次分享的时候 我稍微有说过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上帝呢 在来到我们当中 道成肉身呢 他是 刻意的来到我们当中 他是有他的目标 他是要来 扩张神的国度 而因此呢 耶稣呢 道成肉身 他来到我们的世上 开始服事 宣告上帝的国的时候 他是 有目的的 他是有目标的 而这样子的一个 与这宗教领袖的这五个争议呢 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 他一时 情绪不好 然后就 这样子的来 跟这些宗教的领袖 有这样子的一个 争吵 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刻意的 主动的 这样子的来挑战着 当时在 犹太人的 那个国度的 那个权势 他在挑战着 而我们也 在上两次的分享当中 学习到了 因着耶稣的来到 他要使一切的更新 一切的改变着 遗忘的 不能够取代 耶稣现在 所要将要做的事情 也因此 耶稣是刻意的呢 在他的生命里面呢 来这样子的 与这 宗教领袖呢 挑战他们的权柄 挑战着他们的教导 而以致呢 其实他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引来了杀身之祸 那这五个争议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第一个争议是什么呢 宗教领袖呢 他们埋怨耶稣什么呢 称自己是上帝 而且又可以饶恕人的罪 记得吗 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瘫痪的人 是个朋友 要把他带到耶稣那边 那是人太多 怎么样子呢 就在屋顶上呢 掀开了一个洞 然后把这个 瘫痪的人 垂下去 这样子 而耶稣呢 就在当时医治了他 而宣告了 他的罪得赦免 而法利塞人呢 在那个时候呢 因着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而以致呢 心中对耶稣 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不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当他们呢 怎么样子呢 看到耶稣与罪人呢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被冒犯了了 还记得吗 耶稣在行了那件事之后呢 他就呼召了一个罪人 一个税吏 名叫做利未 而最后呢 我们认识的马太 这个邪马太福音的那位使徒 而他呢 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 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罪人来的 因为他是一个税吏 是像是一个走狗卖国贼士的 与罗马帝国合伙来坑自己的人 这样子一个 而不但是这样子 因着这个利未 这个马太的信主呢 他把他家开放 请了他的税吏的朋友 这些在这些 在那些法利杀人 认为是罪人的眼中呢 怎么样子啊 请他们一起吃一顿 享用一顿 一顿丰富的晚餐 而在这当中呢 耶稣与他的门徒 跟这些罪人 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些法利杀人就被冒犯了 你知道这些罪人 你还跟他们在一起 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拉比来的 而不但是这样子 那些罪人呢 也很惊讶 为什么呢 耶稣作为一个年轻的拉比 竟然愿意 卑微自己 跟他们混在一起 跟他们一起 吃喝聊天 这是非常难得的 是一件事情 而可以看到的是 当时呢 肯定这些人呢 心里存着的 就是这个感恩 他们从来可能没有 从这些宗教的领袖当中 得到过任何的认可 或者是鼓励的话语 而反而从这位年轻的 拉比的生命当中呢 他却看到了怜悯 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谦卑 第三个正义呢 就是怎么样子呢 他们 说耶稣没有像他们一样呢 按宗教的礼仪呢 来进食 所以呢 他们就对耶稣呢 又是有多了一个埋怨 说耶稣啊 你怎么这么不属灵的 你看我们这些法利赛人 我们都 按时的 进食 而且呢 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们是 披麻大笑的那种 被抽眉苦脸的 在进食着 怎么你就是 从来不进食的 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 也进食着 你为什么跟你的门徒 这么不属灵啊 这是第三个争议 而第四跟第五的争议呢 是有关于安息日的 弟兄姐妹 你还记得吗 上一次我讲的 安息日呢 是周五的日落 到周六的日落 所以犹太人呢 所领受的诫命呢 是把这个安息日呢 分别为圣 所以那他主要是宣告呢 这个安息日守住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 他们主要是宣告呢 耶和华神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 他是跨越时间限制的那位神 也因着他是这样子的神 我们守住 因为这是他命定 要我们这么做的 而且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这个安息日呢 就把这些犹太人的分别出来 他们就是圣洁的百姓 他们就成为了属神的子民 是独特的族群来的 不像那世界的其他的族群一样 这些的犹太人都是独特的 都是上帝拣选出来的 也因此呢 这是以色列呢 和上帝的特别的记号来的 这个安息日 所以犹太人在那天 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 因为耶和华呢 在照天照地的时候呢 在第七天呢 是安息的 所以呢 这个诫命虽然上帝告诫了他们 吩咐了他们要这样做 但是这个诫命没有太多的细节 因此犹太人呢 可以用他们自己的 什么的传统的围墙呢 来保护 确保犹太人不违背这个诫命 然而 一般的认识是 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 不要在那天工作着 所以呢 这个必要的工作呢 在安息日的工作呢 一般犹太人认为是关乎生死的工作 所以呢 在那个守安息日的故事 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 耶稣呢 跟他的门徒在田地里呢 踩着那个麦穗来吃 而且在走路 所以呢 这个法利塞人就说了 怎么你跟你的门徒啊 这样子不守安息日的律法 其实 如果他们是严格的看旧约圣经的话 其实在麦田中 踩着那麦穗 几粒这样子来吃 是合法的 在生命纪23章25节 有这么说 其实门徒 跟耶稣在这样子 门徒这样子 做的时候是没有犯法的 但是 在出埃及记呢 34章21节 却有说到了 怎么样子 六日你要工作 第七日要安息 即使在耕种或收割的时候 也要安息 他们这些犹太人 把门徒呢 用手来栽那个麦穗呢 当作是收割 而因此呢 他们认为 他们违反了安息日 也因此呢 他们为耶稣来问罪 因为耶稣是要 为着他的门徒的这些的举动 来负起这个责任的 他们的立场就是 宁可挨饿 也不要不守安息日的条例 所以可见 他们是根深蒂固的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当中 这样子的强迫着 强加着在 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 最后呢 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 安息日呢 是来祝福我们的 而我们呢 就要享受领受上帝的祝福 而我们不要为了 只是单单守住安息日 而做了很多人为的 传统 以致呢 我们的肩上背着太多的担子 这是第十个 而最后呢 最后最后的一个 争议呢 就是在什么呢 在安息日 他们进了会所的时候呢 耶稣治好了一个 他的手萎缩了的那个人 他们怎么样子呢 他们都在窥探着耶稣 在那个时候 看看耶稣到底能够做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惊讶 如果你看第三章第一节 耶稣一进那会所 这样就看到了那个 手萎缩的那个人 法利赛人 每个礼拜都进入那个会堂 但是却没有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病痛的人 可见耶稣呢 是整那者 他的心是非常的有怜悯的 任何在当中任何的不舒服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而当他看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些法利赛人 那些宗教领袖 他们更等候着是什么呢 经文说 他们在窥探着耶稣 在等等的看着 他到底会做些什么 是否又要违反了他们的传统 耶稣就问了他们 在安息日行善 是好事还是坏事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 最后耶稣就怎么样子呢 对这个人说 你站起来吧 而因着他们的没有回应 耶稣也生气了 第五节说 三章五节 耶稣怒目环视他们 因他们心里刚硬而忧伤 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复原了了 第六节 法利赛人出去 立刻同西律一党的人 商议怎么样子 除掉耶稣 可见这第五个 正义呢 是在于怎么样子 安息日 他医治了一个 萎缩了手的人 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眼中 手萎缩了 不是一个关乎于生死的问题 可以等过了 这个安息日再来做 然而在耶稣的眼中 行善 在任何的时候行善 都是荣耀神的 行善的动机 若是为了荣耀神 祝福别人的话 总使你在安息日 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也是荣耀神的 一件事 也因着这件事情 耶稣心里就生气 生气这些什么呢 宗教领袖的心里的干净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人在怎么样子的犯罪 他的门徒在怎么样子的 不明白他所说的 好像从来没有看过 耶稣生气的了 而偏偏 耶稣的生气 却每一次都是针对着 宗教领袖的心里的刚硬 而不认识上帝的律法 而在这当中 耶稣就生气了 而法利塞人和宗教领袖 也是这样子 而在这第五次的争议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对耶稣呢 蒙起了杀害他的意识 可见耶稣他来到 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他就是很刻意的来传讲 他就是很刻意的来挑战着 当时的那个宗教领袖 所做的压制在 这些以色列人的百姓的身上 其实耶稣的一双手 在他开始服侍的时候 这三年多的时间 做的都是善事来的 而却没有想到 他所做的善事 最终呢 却导致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因此如果你记得上 上次我在结束的时候 说了这个人所说的话 苏格拉蒂 这个人呢 在耶稣来到地上服侍的 数百年之前呢 他就这样子的思考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个人与世界之本质的 哲学等等之类的 这个苏格拉蒂就这么说 倘若真的有一个 十全十美的好人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会被谋杀的 也因此 耶稣在那三年所做的 全是善事 他的那双手只做善事 却最后却被钉穿在十字架上 而且呢 怎么样子 这不只是一件不形成的事情 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什么呢 一个美好的人时的 慈悲仁爱的生命 怎么会得到这样子一个 仓促而残忍的一个结局呢 然而 上帝的旨意 就是要耶稣 他来到这世上 就是来遵循着他的旨意 今天晚上 我要继续再看 接下来的故事 而在继续看的当中呢 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呢 耶稣在牧羊 背着一只这样子的羊 在这么的那个草地上 是怎么样子的图画 在你的想象中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是否像我想象一样 哇 非常的忧灾 非常的血液 哇 非常的有爱心 耶稣就是这样子的 在看过这羊群 在那个山坡上 哇 任羊群是吵着 很和蔼可亲的 在那样子的 来看顾着这些的羊群 如果你想象中 跟我刚才所说的是 一模一样的话 其实 我们的想象不是错误的 但不是完全的 耶稣 在他开始宣讲 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呢 来服侍神的时候呢 他的生命不再 不再是这样子了了 而更多的是像怎么样子呢 接下来的这个图画 找得到耶稣吗 那么多的人 找得到耶稣在哪里吗 看到吗 中间的这个 我的箭头所指的 这么多人在拥挤着他 而在他当中 这么多人伸出手来 要摸着他 这个呢 很有可能就是耶稣 在他三年的时间呢 在服侍上帝的时候 所看到的景象更多 跟这个好像 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而随着耶稣 他在宣讲神的国的时候 开始医治赶鬼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 越来越多的人 来跟随着他 也因此呢 今天晚上呢 我想首先要来 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那随着服侍而来的压力 我想问大家 耶稣在服侍的时候 也会有压力吗 耶稣在服侍的时候 也会有压力吗 你看看那个图画 你觉得是怎么样子 领导团队 团队合作 疲劳 这三个词 好像在服侍当中呢 就是马可福音 三章七到二十二节 所记录的 他们呢 这三个词呢 当我们在中心的 服侍上帝的时候呢 这三个词都会时常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耶稣当然也知道 随着服侍而来 肯定是会有一些的压力的 然而 我们接下来的经文 透过我们接下来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他是如何 在处理这些的压力的 无论是面对着 法利塞人的抵挡 或者是面对着群众的拥挤 或者是面对着 门徒的失败 或者是面对着 家人的弃绝 耶稣提供给我们 一个方样来跟随着他 他欣然的接受压力 直到十字架 而在十字架上 耶稣终究将会 为了我们的罪 而付出了那最终的赎罪的代价 所以这几段经文呢 是有很多值得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所以我来读 弟兄姐妹 你用你的心来看 这几段经文好吗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到十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以斯迈 约旦河的东边 以及推罗和西顿的附近地方 来到他那里 因为人多 他吩咐门徒 为他预备一只小船 免得众人拥挤他 治好了许多人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疾病的 都急着要摸他 当每当乌魂看见他 乌灵看见他 就父父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再三嘱咐 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 耶稣上山了 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 他们就来到他那里 于是他设立十二个人 又称他们为使徒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他设立十二个人 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弟弟约翰 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 班尼奇 就是雷的儿子 又有安德烈 菲利 巴多 罗迈 马太 多马 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达泰和激进党的西门 还有出卖耶稣的 加列人尤大 耶稣进了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家人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 癫狂了 在这几段经文当中呢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怎样子的思想呢 就是面对抵挡和搅扰 耶稣呢 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坚持 忠心的服事 无论所面对的抵挡 有多么的强势 无论所面对的搅扰 有多么的 不好 耶稣 他就是坚持 忠心的来 服事上帝 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这位耶稣 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 坚持到底 那在还没有继续细节的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你会放弃服事上帝吗 我再问多一次 你会放弃服事上帝吗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 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吧 有一些四五十岁的弟兄姐妹 见到我就跟我说 年轻人 你真是大好年华 有很多的经历 现在是你的服事上帝的时候 要多做点 然后然而他们自己却在那个时候 已经在教会只是聚集会而已 那我想问问弟兄姐 其实我每当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 本来是他们的心意是要鼓励我了 我心里有一些的提出 因为我的心中的想法是 如果我二十多岁 因为上帝很真实的在我的生命 我服事他 那我五十岁的时候 上帝是否依然还是在 在我的生命里面帮助我 我依然还是这样子来服事他 而为什么我在当时教会所看到的 而那些曾经火热过的 却怎么样子呢 现在只是旁观者而已 弟兄姐妹 你会放弃服事上帝吗 当有人抵挡你的时候 你会放弃吗 而且不但是有人抵挡你 而且是当时的权势 有权威 有能力的那些宗教领袖们 他们抵挡你的时候 你会放弃吗 如果当群众只是想要跟你说取 他们想要得到的 而不体贴你的状况的时候 跟你的就是要啊 要啊 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啦 就像是一个 vacuum cleaner 这样子来到你的生命 就是要吸干你所有的一切 而不体贴你自己本身的 尽管的时候 你会放弃吗 当你知道你的门徒 其中有一位将会背叛你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啊 你会失望吗 当你自己的家人不理解你的时候 甚至认为你是疯子的时候 你会放弃吗 感谢神 耶稣 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所以在这几段经文当中呢 其实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是 他忠心的服侍上帝 他是忠心的服侍的主 不畏权势 不辞劳苦 掏心掏肺的 总是在种种的挑战误解之下 他依然的忠心的面对上帝 这样子的来服侍上帝 而在这当中 他这几段经文当中呢 其实弟兄姐妹 你跟我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怎么样子的心理准备呢 就是这三个重点 我们要预备好怎么样子呢 面对那些只是想从你的生命中那里呢 得到好处的那些 就像刚才我说的 就像那个吸尘机这样子 我见到你就吸啊吸啊吸啊 什么都把你吸干的那种 那你预备好了没有 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人呢 而耶稣又是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些人的 那另外一个 你是否也遇到 预备好 那些想要和你单独在一起的 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哦 有一些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一起的学习 一起的来服侍上帝 那你是否预备好了 还是你一直只是现在啊 哦工作了工作了工作了越来越忙 而不懂得怎么子啊 有选择性的啊 单独的与某些的人在一起呢 那最后一个你是否也预备好了 啊面对家人不理解的时候 你该怎么只回应着呢 而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他就是那忠心服侍的主 他一心所要讨的就是上帝的喜悦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所以呢 要预备好面对那些只想从你那里得着好处的 我们看一看这几段经文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以土 以土 曼 约旦河的东边 以及推罗和西顿的附近地方 来到他那里 因为人多 他吩咐门徒为他预备一只小船 免得众人拥挤他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怎么样子呢 耶稣呢 在开始他的服事当中呢 他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而以致我们看到 许多的人 这样子的呢 来跟随着耶稣 虽然 法利塞人和西利一党的人 已经开始 合伙要整那子 危害耶稣 但是 现在的这些人 他们是疯狂着的 跟着耶稣的 在这里弟兄姐妹 你看到 第七第八节里面 所提到的那些人吗 要记得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耶稣的时代 没有飞机 没有汽车 甚至也没有我们的 那个脚大车 或者自行车 很多的人呢 他们来见耶稣呢 都是步行来的 你看到那么杂的人吗 有从犹太 耶路撒冷 这些地方来的 这些肯定 多半都是什么呢 犹太人 但是呢 也有些从 推罗和西顿来的 而这些地方呢 肯定也有了 是他们这些 是外邦人的地方来的 所以可见呢 这许多人来到耶稣 来跟随着耶稣 他们听见耶稣的作为呢 他们来跟随着他 这些人的人群是很杂的 不单单只是犹太人而已 有许多的那些 外邦人 而可见呢 上帝的福音 这天国的信息 不单单只献给犹太人而已 耶稣也把这个 天国的信息 也传讲给那些外邦人 所以这些外邦人来呢 他也没有拒绝 拒绝他们 但是你看看好不好 弟兄姐妹 本来耶稣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前面第七节那里 他在蓝色写 耶稣的门徒呢 其实他们退到海边去 不要忘了 在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的时候 也看到已经看到 耶稣开始在医治人老了 在第二章的时候 也看到耶稣已经在忙碌着 为人医治赶鬼 而现在其实 耶稣想做的就是有一些单独的时间 和这些门徒在一起 怎么样子 退到了这个海边去 然而这些人却没有停止 他们不放下耶稣啊 就是这样子的来找他 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子感觉 但是如果我把自己放在耶稣的 环境处境 换个思维来想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很大的压力来 我去到那里 都有人要我给他一些东西 要我分享 要连一点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的 所以随着耶稣的名声走远 随着耶稣越来越欢迎 这也意味着什么呢 压力越来越大 弟兄姐妹 不只是你跟我面对着 生命中的压力 这位耶稣 他也跟我们一样 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来的 所以如果耶稣在服事当中 也面对着这样子的压力 那好吧 我跟弟兄姐妹说 服事上帝呢 也偶尔会有一些的压力来的 我们如果要中心的服事生的话 那我们就要预料到 会有压力而来的 受到欢迎也好 在背后工作也好 只要我们在服事上帝 就肯定会有这些的压力来的 然而 耶稣却不会因着这些的压力而垮了 因为他知道他该怎样子的来做 所以你看到吗 他们呢 怎么样子 本来的心意就是想要到海边 退到海边去 然而这些人不放过耶稣 跟他去到哪里就跟随到哪里 而且是很多的人 你看到我用绿色 点出来的吗 许多人 许多人 人多 众人 而且不但是这样子 你看看第九节 耶稣吩咐门徒 为他预备一只小船 怎么样子呢 免得众人拥挤他 英文叫做什么 stampied 怕有一个stampied 就是人潮太多的时候 被推倒的那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可能吧 他们追着耶稣 就是要看到他的神迹歧视 追着耶稣就是要让他来医治等等之类的 而在这当中不顾 左边右边的人不顾 耶稣是怎么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 穷随着 而在这当中可能呢 人的 人群越来越多 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呢 就有这样子一个stampied 我忘了中文怎么讲 这个stampied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 是怎么样子吧 如果你看 每年到 这个伊斯兰国去朝圣的 其实有时候呢 报纸上会记载着 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 因为人潮多 有时候可能会有那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再想想 耶稣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压力 直到他要预备一只小船 怎么样子 他跟门徒到船上去 不要让这些人挤压着他 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其实弟兄姐妹 耶稣是人 他也是上帝来的 对不对 耶稣也有这个能力 行走在水面上 对不对 其实他 可以用着上帝的能力 行走在水面上 继续传讲这个 但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段经文明 我看到耶稣没有这样子做 他反而吩咐他的门徒 预备一只小船 在这里我看到 耶稣的谦卑 耶稣这样子做 他该做的事情 而在这时候 最好的作为 就是这样子的来做着 而没有炫耀着 他有这样子的能力 而以致 让更多的人 对耶稣 他们已经对耶稣 有更多的误解了了 不认识耶稣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为了避免 这样子的现象 他吩咐了本徒 为他预备一只小船 可见当时的压力 是可和等的大 十节 耶稣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疾病的 都挤着要摸他 而不但是这样子 第一组的人 追着耶稣的 就是要得到医治 让他身体上的疾病 因着摸着耶稣 就好了了 但是还有一组人 是被邪灵附着的 所以十一节你看到 乌灵看见他 乌灵怎么样子会见到他呢 因为他们已经 附在人的身上了 所以那个人 有这邪灵在控制着他 所以邪灵 这些乌灵能够看到 耶稣是因为 怎么样子 他们附在了这些人身上 他们就怎么样子 附在耶稣的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在这里 怎么样子 耶稣再三 吩咐他们 不要把他宣扬出去 在这里呢 另外一组人 就是被邪灵附着的 而他们看到耶稣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而在这当中呢 耶稣就是带着权柄 把他们赶出去 从这些人的身上赶出去 医治了他们 而怎么样子呢 在这里 弟兄姐妹 让我看到的是 灵界的东西也是真实的 称它为乌灵 称它为邪灵也好 等等 你要怎么样子 这个灵界确实也是真的 而这里呢 第十一节 我们看到的是 被邪灵附身的 附在身体上的人来的 受害者 被这些邪灵在压制着 而耶稣的到来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天国的入侵 入侵到这灵界上 本来这属灵的这个灵界 在耶稣还没有带来的时候 撒旦魔鬼是掌管着的 而当耶稣的这个道来 宣讲神国的道的时候 神的国就入侵了了 入侵这灵界来拆毁 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而这些乌灵 也只能见到耶稣 就跪下来的那个份啊 所以灵界的东西是真实的 弟兄姐妹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 在这第十一节 我们要分别的清楚 这里呢 是真的是一个 一个人被邪灵附在身上 这个跟有精神病 是完全不一样的 精神病是另外一个 上帝的医治的管道 而在我们现今的 生活优越的 二十一世纪的新加坡呢 其实物质的生活越好 反而有很多的人的精神上 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请弟兄姐妹 不要把那样子的事情 跟第十一节的这个 邪灵附在那些人的身上 混在一起 这是两个不同的回事来的 邪灵附在人的身上 我们是需要用 耶稣的权柄 把他们赶出来 而真的精神上 有一些的不好的 他是需要上帝 供应的另外一个管道 来得到医治的 这两个不可以混为一团的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耶稣呢 他的生活是带着很多的压力的 而这个服事呢 很多时候呢 所看到的就是这么多人来跟着他 而以致 耶稣 他所面对的压力 不是我们任何人 所能够体验得到的 他的休息的时间 我们看到下面二十节 连饭也吃不下 也不能够吃下 为什么呢 众人又聚集在一起了 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想要看到 耶稣的神迹 甚至连耶稣能不能吃饭 也不再故意 也不再 不太重要了 所以这是 现实的 人有需要的需要 他们会怎么样子呢 强加在 耶稣的身上 他们也会强加在 我们的身上的 这是 会发生的事情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服事上帝的道路上 要记得 耶稣既然这样子经过 我们也会这样子的经过 所以 所以耶稣 用权柄赶走这个邪灵 这就证明了什么呢 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了了 邪灵复复在他的面前 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呢 怎么样子呢 就是上帝的国度到来了了 然而在这个时候 耶稣 却这样子呢 吩咐 这些邪灵 不要把他宣扬出去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的说呢 不要把他宣扬出去 其实 当 如果 耶稣真的允许 这些邪灵这样子的 不断的这样子的宣告的时候 其实他会变成另一个什么呢 一个 一个分叉 一个distraction 焦点是上帝的 福国度 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信息 临到了 你可以因着耶稣得着自由了 然而 这些邪灵 业在着这样子的宣告的时候 把焦点 拿走了 而那些 以色列百姓所看到的 是什么呢 邪灵被赶走 医治的工作 而没有看到 这位上帝 他才是主角来的 医治是一个神迹 但是更重要的是 神迹的背后 赶鬼是上帝的权柄 而那个人被 鲜灵离开了 被医治了 得到他正常的思维的时候 这是上帝的工作来的 而这个权柄的背后 是上帝那位 大有权的的神 而如果只是 专焦点放在那个医治 和那个赶鬼身上的话 那我们又是被 distract到了 又是被分叉到了 而耶稣 他的到来 他主要就是要把焦点 放在神的国度身上 弟兄姐妹 你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 神迹是一件好事来的 赶鬼是一件好事来的 然而我们却把这些 看得太重 而以致呢 忘了神迹的背后 有这么一位神 我记得早年 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 就在一个乡村的教会呢 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在比较 谁比较属灵啊 而他们的 谁比较属灵 他们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谁能够用方言来讲 那就是很属灵了 弟兄姐妹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能够有这个 讲方言的恩赐 是上帝给的 是好事来的吗 当然是好事来的 是神迹吗 肯定是神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如果你的焦点 只是在这个神迹上 而你来衡量一个人的 属灵的生命 到底是多么的属灵 与否以这个为标准 那你就完全的大错 错了 而耶稣在这样子的 做法的时候 他就是要把焦点放在 神的国 神的福音的身上 让那些信了的 都能够真正的明白 这福音的信息 第二个重点 那你也要预备好 你看啊 随着这样 这么多人来 这么多的压力 耶稣也要怎么样子呢 继续的这样子的服事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更好的方式 怎么样子呢 预备跟一些 跟他单独在一起的呢 来训练他们 以至他们能够 跟耶稣一起的来工作着 我们看到了13节到16节 怎么样子 耶稣呢 上了山 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 他们就来到他面前 所以在这里呢 14节你看到 他设立了12个人 又称他们为使徒 其实使徒这个名称 不是因为 他们是 特别的 特别 比别人不一样的 其实使徒那个名称 其实他最简单的意思 就是那些被差遣的 The apostles are people who are saints who are called out and are saints 其实就是被上帝呼召 被差遣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特别的称号 没有说他们比别人 更加的重要 耶稣设立这10个人 召他们来 怎么样子呢 给他们这个使徒的称号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吗 他们要这10个门 他要这12个门徒呢 常和自己同在 无论耶稣去到哪里 这12个人就要跟他在一起 而且呢 除了跟耶稣在一起 耶稣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不但是这样子 并且呢给这些人呢 有权柄干鬼 那你看到了吗 耶稣把这些人单独的召集在一起 他是有目的的 他不单单只是自己一个人要做上帝的国 他也召集了一些 怎么样子呢 委任他们为使徒的 让他们跟他在一起 而给他们这个权柄来赶鬼 给他们这个使命来去传讲 传讲天国的道 耶稣把这样子的任务 交给了这12个门徒 他也同样的 在现今的21世纪 把这样子的任务呢 交给了我们这里 每一位在这里 今天晚上听我分享的每一位 我们要作为耶稣的使徒 因为我们是被他所呼召的 我们是他所差遣的 那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像 耶稣的这10个门徒一样 要跟耶稣在一起 亲近他 仰望他 敬拜他 认识他 而在这当中 受到他的差遣 为他的国度而活着 传讲神国的道 而运用 适合合适的运用 他给我们的权柄 来赶鬼 来医治 这是我们现在 称耶稣基督为主的 门徒的一个使命来的 接下来 这个马可把这12个门徒 他们的名字 一个一个的列出来 而且也给他们 有一些稍微的介绍 我们看下去好吗 他设立的12个人 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 叫做彼得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和雅各的弟弟 约翰 耶稣又给他们起名 叫 半尼奇 就是雷的儿子 又有安德烈 菲利 马多 罗迈 马太 多马 雅勒 菲的儿子 雅各 达泰 和激进党的西门 还有出卖耶稣的 家列人 尤大 你看到了吗 耶稣预备 怎么样子呢 这些人 他单独的 召集过来 来成为他的使徒 你看到了这组人的组合吗 他们都是什么呢 普通人来的哦 有很多是渔夫来的哦 而在这主人当中呢 你看到我放大的人吗 有这个马太 刚才你也听到我讲了 他是税吏来的 他是跟 罗马国 工作的人来的 在政治上哦 犹太人为 他是走狗来的 而耶稣的门徒 就有了马太 但是哦 也有一个叫做 激进党的西门 这个激进党的西门 在以前的查经的时候 我也曾经提过 其实西门 这个激进党的 就是什么呢 英文叫做 Zalots Zalots 是一个 政治的一个中派来的 他们是比较激进 就是比较积极的 而且反对呢 别的国家 像罗马外邦的国呢 来统治着他们 所以这个激进党 他们其实是有点像是 恐怖分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来的 而耶稣的门徒 却偏偏有两个截然 不同的政治立场的 门徒能够跟在耶稣身边 一起的来传讲天国的道 这是何等大的上帝的作为 你看到了吗 是耶稣 是上帝的福音 使到这两个政治立场 不一样的人 能够和谐的相处在一起 当然最后也有一个 出卖耶稣的家列人 犹大 也因此呢 弟兄姐妹要知道 在你所付出的 带领这些 来认识主 来跟进他们的当中 可能也有一些 会像这个犹大一样 出卖耶稣 不再继续 跟随着耶稣 然而 耶稣 没有 没有什么呢 他明知道 这个人会出卖他 他依然的 把他召进来 做他的门徒 这是非常不一般的 而且耶稣 也把他当作 其他的门徒一样子 也给他工作做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 犹大呢 犹大呢 他是在整主人 管理那个钱财的 但是呢 在约翰福音呢 十二章 四到六节 我们看得到 虽然他管理钱财 但是 他是很多时候贪财 不会好好的处理财 可能就是 私自的 拿出一些的钱 这样子的来用着 而怎么样子呢 弟兄姐妹 耶稣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提醒了我们 怎么样子 我们在服侍 上帝的过程当中 肯定也有一些是 用心不良的来 跟随着耶稣的 而最终他们呢 不再继续 跟随耶稣 出卖耶稣 其实我们也不要为此 而感到很惊讶 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 下一点 面对好家人的不理解 所以呢 怎么样子 耶稣的家人听见 就出来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 癫狂了 被别人误解是 一回事 被朋友背叛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自己的家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挑战来的 而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了 耶稣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在加摆农那里 而他的家人呢 怎么样子呢 却有这样子的 透过21节我们看到 当时耶稣的家人 还不认识到 耶稣就是那位 弥赛亚 也因此他对他 的 耶稣的一些的 举动就有一些的 不一样 在这里你看 20节说了 耶稣连饭也吃不下 也不能够吃下 所以可能 耶稣的家人 把耶稣拉住 要让他出来 可能就是 看到耶稣吃不到 还连饭都没有吃 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要把他拉出来 让他去吃饭 但是呢 也因着看到这么多人 想一想 这一组人是 耶稣的兄弟姐妹 他的家人来的 从小就看着耶稣长大 耶稣是一个木匠来的 或者是一个 是一个木匠来的 怎么样子呢 就是在做这样子 突然间 他开始传讲神的道的时候 这么多人来跟随着他 而且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其实而且人越来越多 场面越来越热闹 可能他们也害怕 会出现了一些的事情 一个平时是一个木匠的 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而他们就说了 他癫狂了 弟兄姐妹 有没有人说过 你是癫狂的 你信主就好 不要太迷了了 有吗 你再迷下去的话 你就癫狂了了 曾经有人就这样子 说过我 信耶稣就好了 不要太认真 不然的话 你就真的是疯疯癫癫癫的 不是像我现在说的话子 但是大同小异这样子的来说着 弟兄姐妹 当信仰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而我们真的为耶稣来活着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但是 世俗的人可能不理解 所以也会称之为癫狂 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 你曾和几时 癫狂的为耶稣做了一些 他要你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 想鼓励大家 让我们的生命 把信仰 放在我们的中心 而以致 我们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他的家人 因为在这个时候 没有不明白 不理解 而以致 他们就误解了耶稣 说了这些的话语 那我说了这么多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们听到了些什么 那我快快 透过这样子的事情 做一些的总结 什么样子总结呢 首先 要学习耶稣这样子 要认识到 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耶稣从来没有 让这个使命离开他的眼前 他知道 他来就是要成为什么呢 要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人赎罪 不但是这样子 耶稣呢 也是刻意的 花时间与上帝独处 而且在他的周边呢 训练那些 可以一起同工的 这些使徒 看到吗 第二跟第三 也要意识到 在我们 无论怎么样子的付出 总是会有一些呢 人或者的事物 是会令我们失望的 但是要记得 事工是需要我们 不断的专注和处理的 而且呢 总使有人误解你 不明白你 甚至与你对提 重点是我们要 讨上帝的喜悦 遵循他的旨意 我说了这么多 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生命 这几段经文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心中想到了 是怎样子 我就记得 曾经在我刚刚开始 服侍上帝的时候 在年轻人的 那个团契当中 就曾经有一个年轻人 他呢 误解了我 很生气的 来在一个 星期六的 年轻人的团契当中 当着很多人面前 来到我面前呢 指着我这样子说 何静我可以的话 我现在就给你一巴掌 然后呢 我就吓了一跳 但是我看了他也说 你要打我 你打吧 但是在你做之前 你告诉我做什么吗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吗 而之后呢 他讲的时候呢 我才明白 哦原来 他误解了我 是因为呢 有一些其他的人呢 故意的 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 我感恩上帝没有令我 当时就 跟这个人吵起来 而以至呢 不再继续服侍神下去 我感谢神的是 在那个时候呢 那个人能够愿意跟我解释 而以至呢 那件事情有一个挺好的 一个合适的处理 但是弟兄姐妹 确实是这样子的 服侍神呢 是要付出代价 服侍神呢 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和自己有一个使命的 那弟兄姐妹 你是否愿意呢 继续的这样子的服侍 这上帝 总使你面对 各种各样 从服侍上而来的压力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晚上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在面对 种种的压力的时候 主啊 你没有放弃 面对着宗教的领袖的权柄的 这样子的一个压迫 你没有放弃 面对着群众 这样子的一个 不断不断的 这样子的要你付出 你没有放弃 面对着家人 面对着门徒 种种的 你依然没有放弃 而最终 你还亲自的走上了 十字架的这个道路 主我们只有永远的感谢你 因为你没有放弃 我们才能够今天这样子的 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主啊 在失落的时候 记住你的生命 而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动力 谢谢你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命全 接下来我们看的 就是这个主题 什么是永不得赦免的罪 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在性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有没有人问过你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这永不得赦免的罪 或者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你是否也有自己问过自己 我是否犯了这永不得赦免的罪 这永不得赦免的罪 到底是什么呢 是否曾经害怕过 好像这个 一提到这个永不得赦免的罪 很多人就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就像同样我们提到 这个敌基督或者是假先知 或者是这个大灾难的来临 这些字也都好像是 在我们的心中 带着一些的恐惧 是否这是真的 这个审判是否是真的 其实弟兄姐妹 这个永不赦免的罪 其实从斗过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理解到 它的意义是什么 而在这当中 我们要真正的来 正视着罪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 而到底是什么罪 以致永远得不着赦免的 这是我们快快的要来看的 一个基督徒能够犯这样子的罪吗 这个是我需要弟兄姐妹 你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来思考的这个问题 所以无论我们的这个罪是什么 我们都要正视它 要来很正视很严肃来看这个 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看接下来经文的话 上帝或者耶稣 就是那么的说 犯这个罪的人 永远得不着上帝的赦免 所以当上帝说永远的时候 就是永远的意思 就像再过一万年 一亿年 这个上帝的赏判 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让我们一起来正视这个问题 好不好 我记得 就是两三个礼拜前 突然间在教会 有一个年轻人讲英语的 突然间我不认识他的 走进教会 当时其实我跟苏芬传道 在聊天 在说一些服事上的事情 怎么样子呢 这个人就突然间 来了 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他是个基督徒 他问的就是这个 什么是永不得赦免的罪 而他的启发点就是 他害怕 他犯了这样子的一个罪来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上帝的话语怎么说 马可福音三章22到25节 从耶路上人下来的文是说 他是被 别洗 别洗补附身的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一国若自乡纷争 那国就立不住 一家若自乡纷争 那家就立不住 撒旦若自乡公党纷争 他就立不住 必定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东西 除非先绑住那壮士 否则无法 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 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 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而要担当永远的罪 因为他们说 他是被污灵附身的 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怎么样子的思想呢 就是这么说 有一些人心理刚硬 拒绝接受耶稣 就是上帝的弥赛亚 他们甚至把耶稣 借着圣灵所成就的工作 归给撒旦 他们的罪将不会得胜 所以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 你会看到 有那么的一组的人 他们心理刚硬 属灵的眼睛瞎了眼 拒绝接受耶稣 就是上帝的弥赛亚 他们呢 把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事情呢 归给撒旦 而他们这样子的想法 做法 说法呢 就犯了罪 而这罪呢 将不会得着赦免 永远永远的 不会得着 所以这不得赦免的罪呢 显示了 当时的人呢 刚硬的心 不但是这样子 他们的心刚硬到 怎么样子程度呢 称善为恶 而在中呢 也显示出了他们属灵的盲目 他们这样子的属灵的盲目 是任意往违的 是刻意的拒绝了 不要接受 就是很stubent的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中 而且呢 这不赦免的罪呢 它是什么呢 包括了连续不断的论断 所以不是说一次 而是坚决继续 不要改变的坚持这样子的看法 而且继续的说下去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快快的来看好 这里呢 显示了这这些人 刚硬的心 怎么样子 接下来的经文呢 当我们看到刚才 耶稣的家人的反应之后 对不对 立刻接下来的经文就看到了 什么呢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是说 他是被别西普苦生的 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 其实别西普 他们就是一个什么呢 有权柄的邪灵吧 或者称之为鬼王 在当时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 怎么样子呢 这些文士就下了一个决定说 耶稣是用鬼王或者是撒旦的能力 来做这些事情的 弟兄姐妹 要知道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耶稣一直在工作着 他不断的 从不间断的在传讲这神过的道 不间断的在做这医治 在不间断的在赶鬼 而且群众呢 的人数越来越多 他的家人要停止他 带他回家 但是呢 怎么样子呢 耶稣没有这么做 而在这段经文你就看到了 这些文士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 如果他们是从耶路撒冷下来 可能他们就是那些更加有权柄的 他们来就是要来审判 来鉴定 耶稣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最终他们做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耶稣呢 是靠邪灵运作的 他是背离 背离真道的 所以呢 要应该尽快的堵住他的口 这个别洗补呢 英文叫做 这个 其实就指的 他就是 就是鬼王 或者鬼的王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回事 所以呢 他们就说了 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那在这当中 其实 他这样子说呢 是说耶稣被邪灵附在他的身上 被撒旦魔鬼呢 控制着 而是怎么样子呢 被利用着 撒旦的名字呢 权柄呢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毁谤哦 所以呢 他们在说 在耶稣的教导 耶稣的医治 耶稣的赶鬼 种种的作为 都是撒旦魔鬼 在控制着他 在做这些的事情的 这是 多么 怎么样子呢 毁谤的一句话来的 如果你看 在这里呢 这个文是说 如果你看第三十节的话 有说 因为他们说 其实如果你看原文的 意思的话 其实这个他们说 其实他原文是说 is a continual sin 就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说着 什么呢 耶稣就是被撒旦魔鬼附着的 在这里呢 怎么样子 他们把耶稣所做的上行呢 现在呢 翻转过来 称之为是什么呢 是恶的事情来的 是魔鬼的工作来的 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论断呢 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呢 就把 善的呢 称为恶的了 把耶稣 靠着圣灵做的事情呢 称之为是 恶者的工作来的 你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 刚硬的 新的一个显示来的 他们把善的 称为恶的 把光的 称为暗的 把耶稣 借着圣灵所做的事情 称之为是 撒旦魔鬼所做的事情 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心 是刚硬到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来的 不但是这样子 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们的属灵的眼睛 也是盲目的 而且他们呢 刻意的 任意往违 就是顽固的 坚持的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耶稣呢 在回应着这些 优秀的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在打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他问他们 撒旦怎样赶出撒旦呢 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对不对 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 如果这些 是撒旦的国度的 他的卡卡来的 撒旦怎么可能 自己打自己的脸呢 所以呢 一个国 如果里面呢 有内乱的话呢 那个国就站不住 一个家 如果里面 有内乱的话呢 也肯定站不住的 所以呢 耶稣呢 就在这里 透过他的第二十三节 他就打垮了 这个 这些文士的这样子的一个谬论 那些百姓肯定看得到 从那些人出来的肯定是邪灵 哪里可能是好事情来的呢 肯定是好事情来的 但是呢 怎么可能是靠着这个撒旦的这样子的工作呢 所以这个文士的逻辑是根本 无法想象的 但是他们却坚持了 他们的想法 所以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这样子想的话 那撒旦呢 是在摧毁着他自己 所以二十六节 耶稣他 撒旦若自相攻打的话呢 他就立不住了 必定是灭亡了 所以如果顺着这些人的逻辑来想的话 这些宗教的顶尖的人士来 文士来想的话 按照他们的逻辑 那撒旦肯定就完蛋了 如果他们是自己打自己的话 那肯定 撒旦就灭亡了 而接着呢 耶稣在第二十七节呢 他就换了一个比喻 怎么样子呢 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 抢夺他的东西 除非先绑住那个壮士 否则无法抢夺那个东西 撒旦魔鬼就是那个壮士 要在他的家里毁坏 先要把他给绑住 然后才能够讲 才能够抢夺他的东西 而在这样子说的当中呢 耶稣也在说着什么呢 他就是有能力呢 来捆绑住那个撒旦 那个壮士的那个 而使到呢 怎么样子 撒旦的国度呢 垮完全的垮 瓦解 而耶稣就说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所以他慢慢的把这个逻辑呢 转换成在第二十七节呢 说到了他就是那个 能够捆绑着那个壮士的那一位 捆绑着撒旦魔鬼 使到人可以自由的 而最终在二十八节 耶稣这么说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 和一切亵渎的话 都可以得着圣灵 凡亵渎 OK 在这里呢 这个实在告诉你们 其实也只有耶稣说这句话 每当耶稣说这句话 死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他在说阿们 让他成就吧 阿们这是事实的 这是肯定的一件事情来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不可饶恕的这个罪呢 是淫乱的罪来的 其实不是 而这里呢 在第二十九节 这个故事的背景 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什么呢 不可饶恕的罪呢 是怎么样子呢 指着一些 什么刚硬了的心的人呢 不认识 不认耶稣为那个米撒亚 为那个救赎主 而诬陷了耶稣 把善的称为恶的 而持续的 这样子的想下去 而且口里也宣告着 耶稣是假的 是靠着 撒旦魔鬼来做这些事 如果这个人是继续往 这样子做的话 那他就是 什么呢 犯了那个 永不得色的罪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明白了吗 耶稣任何人犯了 任何的罪呢 都能够得着色名 你怎么样子讲 任何的罪 怎么样子亵渎的话 你的生命 怎么样子的颠倒 犯了怎么样子的 坚定的罪 这些都可以色名的 唯独 心里刚硬着的 不接受耶稣的 把善称为恶的 这些人呢 继续这样子行走 在这样子的道路上 那上帝的话语说 他要承担的是 永远的罪 是永远不得色名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吗 耶稣是那位 有能力的 能够捆绑住撒旦 使他的国度垮下来 耶稣的道来意味着 邪灵的世界垮了 这个世界不再属于 这个撒旦的控制 上帝的国度的道来 意味着我们有这个自由 来相信耶稣 来听到这个福音 来回应耶稣 来服侍着耶稣 而这些法利塞人 而这些心里刚硬的人 却偏偏把上帝的儿子 称之为是做邪恶的事情 把他一生所行善的事情 称之为恶了 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愚昧 我说了这么多 我不晓得 弟兄姐妹 你心中又是怎么样子想的 如果你一直还在 这个事情上挣扎的话 那今天晚上我就再告诉你了 透过上帝的话语 你应该自己也知道 是否有犯了这样子的一个罪了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带着感人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 为耶稣 他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献上我们的感人好不好 为着耶稣没有放弃我们 这样子的拯救了我们 使到我们今天能够走到 我们生命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人好不好 为着耶稣 他总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羞辱 这样子的一个误告 他依然的这样子没有放弃的 行走这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人好不好 现在耶稣 请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谢谢你的话语 在以西节书里面 你说过 主啊你有这个应许要拿走我们 刚硬的心 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石头 而取而代之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 主今天晚上 求你来在我们当中 主啊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向着你 向着人都永远都是柔软的 而不是刚硬的 主啊你拿走我们刚硬的心 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 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 主啊在这样子的一个仰望当中 主你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手术 开刀的手术 把我们那个刚硬的拿走 让我们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感恩的心 是一个谦卑的心 是一个顺服你的心 是一个愿意跟随着你的脚中 走着十字架的这个道路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成为那个使徒 都成为那个门徒 而一起的与你同工着 谢谢耶稣 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晚上 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无论我们面对的压力 是怎样子的 是在服事上也好的 是在家庭上的也好的 是在工作上的也好的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这样子的学习清静你 学习仰望你 而在这当中重新得力 谢谢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